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安 請請一個教會名所寫的 就像我們教會名字所寫的 我們是一個豐富的教會 我們是一個豐富的教會 原來可以看到神的營墊 原來可以看到神的恩典 願神阿爾蘇來帶領 早上小弟要用西班牙書 跟大家做好免勵 早上小弟要用西班牙書來跟大家來勉勵 過去幾次來到豐原教會 都用小仙女書給大家做好免勵 這是用小仙芝來跟大家來勉勵 我們照顧小弟祝福的習慣 按著小弟聚會的習慣 早上的聚會精神會比較好 小弟早上的聚會精神會比較好 所以通常會用這個 警官來做好免勵 通常會以金卷來做大家的 互相勉勵 說白的是我們是讀書會 說白的是我們是讀書會 我們要讀聖經、讀警官 我們要讀聖經、讀軍卷 今天來說西班牙書 西班牙書就是小仙地書 西班牙書是小仙地書 這在整個聖經 一千塊一百塊三頁 在九月一千一百零三頁 那麼總共有三張 總共有三張 他被整個小仙地書 它被歸於小仙地書 那麼仙地書按照 警官的長跟短來做分分 仙地書是從金卷的長跟短來做分別 警官比較長的叫做大仙地書 金卷長的是大仙地書 警官比較短的叫做小仙地書 金卷比較小的是小仙地書 我們今天說的西班牙書只有三張 我們今天所說的西班牙書只有三張 所以我們請做小仙地書 所以我們稱它為小仙地書 那麼仙地書大概有三個內容 這小仙地書有三個內容 第一個說到警告 第一個說到警告 第一個說到議員 第二個說到議員 第三說到議員 第三說到聯名 有些先知書偏重到這個警告 不管是警告有台北線 不管是警告他們的百姓 或是警告外邦的這個民眾 或者是警告外邦的這個民眾 有的先知書偏重到這個警告 有的先知書偏重到這個警告 有的先知書偏重到議員 有的先知書偏重到議員 不管是議員的優待處罰 不管是議員的優待處罰 還是議員的外邦的拜望 或者是議員外邦的拜望 有的是偏重在議員 有些先知書他是偏重在聯名 主要是對以色列百姓、對優待百姓的聯名比較方便 所以是說到神對以色列百姓的勉勵 以這個勸勉 今天說的西藩雅書是一個很典型的小仙之書 在這三章裡面三個信息都有 有說到對優待的一個警告 有說到對外邦的議員 也有說到對外邦的議員 也有說到對以色列百姓的勸勉 也有說到對以色列百姓的勸勉 剛才三章就還有一個主題 這三章就各一個主題 這樣說我們應該看到西藩雅書了 我們先應該翻到西藩雅書了 我們看西藩雅書都有三章 我們看西藩雅書總共有三章 第一章我們看第一章我們看到第一章的前面的標題 他說由大作惡主必嚴懲 所以第一章說到神對由大作惡 第一章說到神對由大作惡 說外邦的民族 有說到菲律師 有說到摩扎阿倫和古時亞述 有說到菲律師 摩扎亞門古時亞述 這說到這幾個民族的一個處罰 這說到這幾個民族的一個處罰 所以第二章說議員 第二章是在說議員 那麼第三章就是講到聯名 第三章就是講到聯名 我們看到第三章第八節的標題 這說議員要給他 說議員要復興 十四節標題說要歌唱祝恩 十四節這邊說要歌頌主恩 所以第三章說到聯名 第三章說到聯名 所以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小仙之書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小仙之書 我們用早上的時間簡單說一下 我們用早上的時間簡單把它說過 那麼當然西彎雅書這個作詞 還是西彎雅的生意 這沒太大的情意 當然西彎雅書的作者是西彎雅 西彎雅先知這沒有什麼很大的爭議 一般小仙之書的作者大概就是這個經券的名字 這個小仙之書大概是在金券的名字 當然有一些經券有一些情意 當然有一些金券它或許有一些爭議 但是西彎雅書比較沒有這種的情意 但是西彎雅書比較沒有這個爭議 我們看第一章第一節 我們來看第一章第一節 第一章第一節 當由大王阿文的兒童 約世仔在尾的時尊 搖壞的爭吊雅魚世家的善孫 阿嬤人家的甘子孫 吉吉利的孫 故事的兒子 生煩子 這裡說到生煩子的出身 這邊說到西彎雅先知的出身 這裡說到很多人名字 這邊說到很多人的名字 有一點實在有一點不實在 有些認識有些不認識 我們看白來可能是約世仔王 我們比較認識的可是約世亞王 還有後面所說的雞世家 還有後面的雞世家 那麼一般來說這個雞世家 很可能就是雞世家王 這個雞世家有可能就是這個雞世家王 所以如果這樣看起來 西彎雅先知這是雞世家的玄孫 他是雞世家的玄孫 所以他是王室的後代 所以他是王室的後裔 所以這個生知的出身背景不簡單 所以這個限制的出身背景是不簡單的 這個王室的皇族 他是一個王族 但是這個第一節裡面 但是在第一節裡面 就看到另外一個重點 小弟看到另外一個重點 這個第一節說當雞世家王 阿倫的兒子約世仔在位的時候 說當雞世家王 以阿倫的兒子約世亞在位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間點說到 這個小房子生在出身的歷史背景 這邊說他出身的歷史背景 他說出身的是這個雞世家王 這個約世仔在位的時候 他出身是在猶大王約世亞在位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很好奇說 約世仔在位的時候 到底國家發生什麼事 我們就很好奇說 約世亞在位的時候是發生什麼事了 是要派雞世家王先進來做一個勘勉 神派這個西班牙來做一個欠勉 我們先把這個 西班牙書給他夾起來 我們先把西班牙書把它夾起來 我們再來看雷王記者 我們來看列王記者 來看歷史背景 我們來看歷史的背景 雷王記者我們看二十二張 請看列王記者二十二張 列王記者二十二張 列王記者二十二張 二十二張說約世仔做由大王 二十二張說約世仔做由大王 列王記者總共有二十五張 列王記者總共有二十五張 約世仔出現的時候在二十二張 約世仔出現是在二十二張 所以換一句話這樣說 這個國家就要滅亡了 這個國家即將要滅亡了 這個國家即將要滅亡了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都總共有四張國家就滅亡了 在二十四張到二十五張 只有四張國家就要滅亡了 所以約世仔是比較後面的一個國王 也許是比較後面的一個國王 那麼後面的國王都不好 後面這些國王都不好 約世仔是比較好的國王 約世仔是比較好的國王 約世仔是比較好一點的國王 約世仔往往前來看 我們也許再往前面看 我們看二十張 我們來看二十張 二十張說到一個國王叫做 非世仔 二十張說到一個國王叫 西西家 非世仔我們知道這是一個不錯的國王 西西家我們知道他是一個不錯的國王 但是這個不錯的國王 這個四一了 這個西西家王死了之後 到二十一張說馬拿西來作王 在二十一張說馬拿西來作王 這是由大國最壞最壞的一個國王 這是由大國最壞最壞的國王 他作王最久 他作王最久 五十五年 做了五十五年 這個國王剛才要去拜五上 這個國王帶領百姓去拜偶像 可以說是由大王國立書裡面最壞的國王 是由大國歷史上是最壞的王 那麼馬拿西亞叫做阿倫 馬拿西往之後是亞門 阿倫這個國王也不好 亞門這個國王也不好 一直到二十二張約世仔來作王 一直到二十二張約世仔作王 他開始做一個宗教的復興 他開始做一個宗教的復興 但是這個國王很年輕 但是這個國王很年輕 我們看二十二張第一節 我們看二十二張第一節 第一節說 有時候還登記的時候年八歲 在那裡三年做王三十一年 說這個國王登記的時候八歲 說這個國王登記的時候只有八歲 八歲我們現在來說小學二年級 以我們現在來講是國小二年級 可能沒什麼可以做什麼大事 可能也做不了什麼大事 所以經過十八年以後 經過了十八年之後 我們看第三節 我們來看第三節 有時候在十八年 朝県米蘇蘭的孫家 阿瑞稜 孫斯基 三番重要的地方去反復他 這說陪到先禮這次反復他 他這邊派一個宗教的限制 吳阿瑞稀他 這是有時候做王十八年的時候 這是在約西亞王做王十八年的時候 所以八歲做國王十八年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改革 登記八歲 然後當了十八年之後 他要做一個改變 这样算起来二十六岁 二十六岁国王做一个好事 这二十六岁的时候 这国王做一个好事 第三节这段叫做修理圣殿 第三节这边是修理圣殿 所以就派人去整理圣殿 就派人去整理这个圣殿 因为过去两个国王都很坏 因为之前的两个国王都不好 马拉西最坏 马拉西最坏 阿门也不好 阿门也不好 所以圣殿可以说是爬风 圣殿可以说是荒废了 所以王叫做这个人去修理圣殿 王叫人去修理这个圣殿 那么整理圣殿的时候 在整理圣殿的时候 在第八节这么说 说修理圣殿 说找到一本律法书 在修理圣殿的时候 找到一本律法书 我们看律法书找到医药 国王怎么来做表示 我们看这个律法书找到 这个国王是怎样的表示呢 你看第二十二经的十一组 二十二这样的十一节 王听去修理圣殿上头的便 贴理了衣殿 在这里找到律法书一后 这边说找到律法书之后 叫人讀这个律法书 就叫人读这个律法书 他一后开始贴理了衣殿 读了之后他就撕裂衣服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 国王为什么要贴理衣殿 我们觉得很奇怪 国王为什么要撕裂衣服 我们听你今晚 如果穿衣服 大家两个正行 我们这个撕裂衣服 我们听你今晚 如果要穿衣服 可能两个正行 我们弟兄姐妹 如果要撕裂这个衣服 可能有两种情形 这个不小心破掉的不算 不小心破掉的不算 狗到破掉不算 狗到或者是这个也不算 你主动穿衣服 大家两个正行 你主动撕裂衣服 是大概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很生气 第一种是很生气 衣服撕裂衣服 就把衣服撕破 第二种很悲哀 第二种是很悲哀 你也会撕裂 你可能也会把衣服撕破 这个时候国王就是这样 这时候的国王就是这样 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 不能听过律法书 过去这么多年 没有听过这个律法书 所以感觉很悲哀 他觉得很悲哀 这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 狗凶撕裂衣 因为悲伤就撕裂衣服 听到律法书 听到这个律法书之后 他问旁边的人说 我们这些人有尊重律法书 上头说什么 就问旁边的人说 我们有我们这些人 有遵照律法书所写的吗 旁边的人说没有啊 旁边的人当然说没有啊 这样国王更加的生气 这样国王更加的生气 所以悲伤又加上生气 悲伤又加上生气 往变撕裂衣服 所以开始做到一连串的宗教改革 所以就开始做了一连串的宗教改革 二十三章说他宣读这个律法书 二十三章说他宣读这个律法书 与这个民来立约 二十三章第四节的这段 在二十三章第四节这一段 我们来看标题 标题说 说除偶像 除偶像 及诸恶行 所以这个国王开始除了国家里面的偶像 这个国王开始除这个国家的偶像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国王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国王 他派人修理圣殿 他派人修理圣殿 派人找到这个律法书 派人找到这个律法书 然后派人先读这个律法 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除偶像 除偶像 但是除偶像这么好处理吗 但是除偶像这么好处理吗 是不好处理的 国家已经拜偶像拜这么久了 这个国家已经拜偶像这么久了 我们记得刚才所说的马拉西王 做王几年了 我们看到 刚刚说马拉西王做王多少年呢 做王五十五年 他做王五十五年 这五十五年八岁都在拜偶像 这五十五年这个百姓都在拜偶像 然后阿文做王两年了 然后这个亚门做王两年 加起来都做五十七年 加起来总共是五十七年 拜了五十七年的五雄 拜了五十七年的偶像 要这时间就终于堵掉 要一时间把它除掉 很困难 是很困难的 所以国王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国王做了这个决定 先派了西方亚先知做了辅助 审判这个西方亚先知来做辅助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西方亚书的时代背景 就是我们说今天做的西方亚先知的当时的背景 所以当时西方亚先知可以说是辅佐佛祖阿龙 最重要的一个先知 所以西方亚先知它是辅佐这个王很重要的一个先知 它带领百姓可以归回律法 它带领百姓能够归回律法 可以除掉五雄 可以除掉偶像 这是一个重要的先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 这也是时代背景 这个也是时代的背景 我们回来看西方亚书 我们再翻过来西方亚书 所以西方亚书都总三张 西方亚书总共有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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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背景是辅佐佛祖阿龙的时尊 时代是在越西亚在位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这个休闲地书有三个内容 我们刚才说小先知有三个内容 这是很典型的休闲地书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小先知书 第一个说到对邮大的警告 第一个说到对邮大的警告 第二个说到对外邦的议员 第二个是对外邦的议员 第三个说到对以色列人的怜悯 第三个说到对邮大以色列人的怜悯 所以当时是一个国家衰败的时候 当时是一个国家非常衰败的时候 百姓拜皇上的时候 百姓拜偶像的时候 神价就是让我先知向北姓来做警告 神借着西方亚先知来对这个百姓做警告 警告什么事呢 警告什么事呢 第三个说警告他要阻碍到半角尺 第三个说他要这个除灭这个绊脚石 那么第四个说他要攻击人 第四个说他要攻击人 他也要攻击五胸 他也要攻击偶像 到后第八个说他要出海修炼跟王主 第八个说他要惩罚这个首领跟王子 那么到后十二节说神要用钉来寻查压路设论 十二节的时候说神要用这个钉来寻查压路设论 那么十四节说一个第一章的一个结论 十四节说到第一章的一个结论 说压法的大日要临近了 说压法的日子要来临了 北姓应当要悔改 百姓应当要悔改 所以第一章来说到对尤大的警告 第一章说到对尤大的警告 说到对尤大的警告 说到对尤大的警告 要除灭这个半角尺 要除灭偶像 说到要出海修炼跟王主 说到要惩罚首领跟王子 说到要用钉寻查压路设论 说到这个要用钉寻查压路设论 人 你若向北姓做一个参告说压法大日要临近 然后对百姓宣告说压法的大日子要来临近了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写 我们看圣经怎么写的 我们看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二节 第二节跟第三节 第二节跟第三节 在这里说神要除灭一切不好的东西 这边说神要除灭一切不好的事 不管是人或者是牲畜 不管是人或者是牲畜 或者是动物 神要将它来蒸地 神要将它减除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绊脚石 神要除灭绊脚石 什么是绊脚石呢 让人跌倒的就是绊脚石 我们路上遇到石头可能会跌倒 这个叫做绊脚石 以我们弟兄姐妹来说 我们如果让人在天国路上跌倒了 我们如果是那一颗石头 我们就是绊脚石 在这里有一些百姓 才做人的绊脚石 在这边说有一些百姓成为人的绊脚石 有一些不好的百姓 担命百姓去拜五乡 有一些不好的百姓 带领百姓去拜五乡 甚至让人来作恶 让人在神的路上跌倒 神说这个时间要绊脚石 神说这个时间要把他们除灭 不管是人或牲畜 或者是绊脚石都一样 这是第一个信息 这是第一个讯息 第二个神对尤大的这个警告 第二个神对尤大的一个警告 我们来看第四节 第四节到第六节 这四节我从来身上攻击 由大家和鹽鹿三领一切的基民 也在比这个州前所村子 堡壤 跟吉马林的名字 submit to majesty 跟这在榜上 上头 境拜天上万上的 在这的境拜 摇花 自得他起生 辱国之多 也有更可能起生 到这那陆去 没近队摇花的 没有找求摇花的 也没方楼 在这些说 神要顺此攻击了 這邊說神要伸手攻擊 攻擊什麼呢 攻擊什麼呢 攻擊一切的基民 攻擊一切的居民 是要純粹來整體 神要伸手來減除 整體巴黎跟基瑪林 減除這個巴黎跟基瑪林 還有這些祭司 後面講到一些往往上的名字 後面有講到一些偶像的名字 無關是巴黎基瑪林還是這個巴黎坎 不管是巴黎基瑪林或者瑪麗坎 有一點聽過有一點沒聽過 有的有聽過有的沒聽過 比較少的可能是巴黎 比較熟的可能是巴黎 這個索羅門的時代 在索羅門的時代 因為娶了很多外邦的徽賓 因為取了很多外邦的徽賓 他們將他們的偶像帶領這個國家 他們將他們的偶像帶領這個 帶領到這個國家 我們現在所看的偶像都是那個時間娶出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偶像就是那個時代的 一直從索羅門拜拜到現在這個時代 從那個時候拜到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巴黎比較熟悉 我們巴黎比較熟悉 我們說這是外邦的徽賓 我們是說這個是外邦的這個男神 我們也聽過亞瑟拉 我們也聽過亞瑟拉 這是外邦的徽賓 這是外邦的女神 那麼既馬臨在這個雷翁紀下 所有文的時代叫做姬摩紀末 在列邦記下是說是姬 姬摩 那麼這個馬勒看當時叫做米勒公 米勒公 馬勒看是當時說米勒公 這都是反應的問題 這都是翻譯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這是外邦的偶像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外邦的偶像 所以神說他要純粹攻擊這些偶像 神說他要伸手攻擊這些偶像 無關是這些偶像 也就是說 集到這些偶像來敬拜 不管是指著這偶像 或是指著敬拜他的 神聖地國在這樣什麼 甚至第五節這麼說 說在房頂集到天頂萬象來敬拜 說那些在房頂上敬拜天上萬象的 這些神都要出手來攻擊 這些神都要伸手來攻擊 所以在這裡真面目 這邊我們看到瀋王的神聖地對五雙做一個很大的一個 這個這個 這個境鋼 這邊很清楚的 西班牙對這個外邦偶像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警告 所以我們只所以說瀋王的神聖地這是輔佐 約西亞王的一個很重要的神聖地 所以我們說西班牙是輔佐這個王很大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先知 大概經濟一段 大概是根據這一段 當時約西亞王要獨偶像 當時約西亞王要除偶像 除偶像這麼簡單嗎 除偶像這麼簡單嗎 除偶像絕對不簡單 除偶像絕對不簡單的 可是說這些國中裡面的神聖地這些祭司 沒有他支持 假使國中的這個先知技師沒有支持他 如果這些領導者沒有他幫忙 這些領導者沒有幫助他 國王怎麼可能除偶像 國王怎麼可能除這些偶像 所以在瀋王記裡面有記載一些神聖地來幫助 約西亞王 這邊有記載說有一些先知來幫助約西亞王 一般我們相信這個瀋王是其中的一個神聖地 一般相信這個西班牙應該是其中的一位先知 他在這裡有很多信息要獨到五雙 他這邊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要除滅偶像 再來第三個他說要處罰收斂跟王子 第三個就是說要處罰首領跟王子 我們從第七節看到第十節 我們從第七節看到第十節 第七節你要住在柚花面前 漸漸沒什麼 因為柚花日子在要喝酒 柚花已經以比到正義 將他的客分配為勝 到了我柚花憲座日子 在處罰修煉和王子 用一切穿多少錢的 到了那個日子我在處罰一切跳過門檻 跟宮埔跟幾十在來的資密 像媽祖人的房間也要說 當日子對虛門在發出旁邊的聲音 對日子發出愛好的聲音 對山來發出大破裂的聲音 在這裡說到 是要處罰修煉跟王子 這邊說神要處罰這個首領和王子 那麼在神的日子到時候 當神的日子來到的時候 是要處罰修煉跟王子 神要懲罰首領和王子 一切穿外幫衣服的 並一切穿外幫衣服的 為什麼要處罰修煉跟王子 為什麼要懲罰首領跟王子呢 我們說有些阿翁以前的時代 我們說到這玉西亞王的那個時代 國王帶著八神去拜五項 國王帶領百姓去拜偶像 所以國王就是首領 所以國王就是首領 他下面的人叫做王子 所以領導者去拜偶像 這是神所要處罰的對象 這是神要處罰的對象 今天對你我也是一樣的教訓 我們可能在社會裡面做領導者 我們可能在社會裡面當領導者 我們可能在家庭裡面做領導者 我們可能在家庭裡面做領導者 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下面的人 可是我們所處的方向是對的 假使我們帶的方向是對的 這個團體方向就是對的 這團體的方向就是對的 假使我們走的方向是不對的 假使我們走的方向是錯的 團體對我們所走就是偏的路 團體跟著我們走就是偏的路 那麼在這身對這些修煉跟王子 主持人的方向是不對的 做一個警告 這邊神對這個 首領跟王子做一個警告 不能親切過去一樣 不要再像過去一樣 招牆八成走不對的 怕不對的路 帶領百姓走這個錯的路 這樣神要處罰 這樣神就要懲罰 這是神要處罰收領跟王子 就是說懲罰首領跟王子 那麼第八十後半 神要處罰一切穿外幫衣服的 在第八節方面說 他要處罰這個一切穿外幫衣服的 我們覺得穿外幫衣服有什麼撩不去 我們覺得穿外幫衣服有什麼了不起的嗎 我們主公是中國人 我們是中國人 按照我們的民族我們應該要穿堂裝 按照我們的民主性 我們是要穿這個堂裝 手禮今天穿西裝 但是小弟今天穿西裝 因為人所穿的衣服叫做西裝 西洋人所穿的衣服叫西裝 這樣叫做穿外幫衣服嗎 這樣就叫做穿外幫衣服 其實不是這樣來改遷 其實不是這樣解釋的 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穿差 每個民族有每一個民族的一個穿著 每一個宗教有每一個宗教的穿著 每一個宗教有每一個宗教的穿著 每一個宗教有每個宗教的一個穿著 我們上面那年看到佛教的衣服 我們最明顯是看到佛教的衣服 你如果看到這個穿袈裟出來 你知道這是拜什麼教的嗎 我們看到當他穿這個袈裟出來 就知道它是什麼教的 我們如果看到路上穆斯林 掛到頭巾 你也知道他是在拜什麼教 我們如果看到街上穿這個穆斯林的衣服 我們知道他是拜什麼教的 在這裡說穿外幫衣服就是這個宗教的意思 這邊說穿外幫衣服就是宗教的意思 當然是一些百姓去拜外幫的宗教 當時一些百姓在拜這個外幫的宗教 所以穿外幫神的衣服 他們就穿外幫神的衣服 先說這種穿外幫衣服的 這個由台北神這是要處罰的 神說穿外幫衣服的這個由大百姓是要處罰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獨雕五雕的一個過程 這是一個除雕偶像的一個過程 到了第九十繼續說 到第九節他繼續說 從神國繼續處罰跳過門檻的人 說我必懲罰一切跳過門檻的 跳過門檻大概兩個改歲 跳過門檻大概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是經濟心經來做改歲 第一個是這個聖經裡面的解釋 在薩摩尼那個時代 在薩摩尼那個時代 進前的伊利先在在領土的時候 之前伊利先制在 伊利在頂島的時候 那麼當時伊斯利八成跟非利斯人修正 當時的百姓跟非利斯人打仗 但是處理怎麼打就打輸 但是每次打仗都是輸的 來想到一個辦法 後來就想到一個方法 不然我們將神的約櫃把它搬出好了 好 我們就將月櫃把它搬出去好了 神的約櫃把他搬出去出動 應該這個戰爭可以了 神的約櫃出去 一定會打腎臟 想到處理也是又打輸 結果這個約櫃出去也是打輸了 而且我還慘的是 要整個給非利斯人拿走 結果他下場更慘的是 這個約櫃就被這個非利斯人帶走了 這個故事我們知道 這個故事我們知道 非利斯人將心 要整個放在他們的大廟廟裡面 後來非利斯人將他們 將這個約櫃放在他們的廟 大廟廟裡面 當然是沒有我們尊這個外邦的神好過 但是神不允許這個外邦的神好過的 所以第二天起來的時候看到他們這個大廟廟 拍在那一整天 所以第二天 起來的時候 看他這個大廟廟的神像 鋪倒在這個地上 他們就將這個神像把他拿起來 繼續回去 他們就將他們神像又把他扶正 第二天再來看 哇 又慘了 第二天再過來看更慘了 沒有啦 這個神像撲下去 不只這個神像扶倒 你現在這個頭 國庭這個門檻不是完全回去嗎 結果這個頭 這個撞到這個門檻就斷了 後來這個約櫃他不敢放在神廟裡面 後來他們就不敢將這個約櫃放在他們的廟裡面 他們現在後來福利斯蘭不敢打過這個門檻 後來這個菲利斯人他們不敢踏過這個門檻 因為這個門檻讓他們的神像的頭上回去 因為他們這個門檻 將他們神的這個頭斷了 所以他們就跳過這個門檻 他們就跳過這個門檻 所以按照如果神經這樣看起來 如果按照聖經這麼說 就跳過這個門檻 跳過這個門檻 應該是拜到福利斯蘭這個神 就是拜這個菲利斯人這個神 這是一種的改遂 這是一種解釋 那麼另外一種改遂跳過門檻 另外一個解釋的跳過門檻 什麼時候人會跳過這個門檻 什麼時候人會跳過這個門檻呢 關時間的時候 在趕時間的時候 在家裡要出來 衝出去外面的時候 你會跳過門檻 就是我們要從家裡面出去的時候 我們趕的時候會跳出這個門檻 什麼人沒台無事就在家裡衝出來 什麼人會沒事就是從家裡面衝出來呢 關時間的人 就是趕時間的人 插插的關時間 這個盜賊會趕時間 插東西的強盜會關時間 強盜他會趕時間 所以在這裡說跳過門檻 不是指著插插和強盜嗎 這個跳過門檻指著這個 這個 這個強盜跟這個賊 在家裡拿東西就要趕快衝出去 就是在家裡面拿東西就要趕快衝出去 所以跳過門檻 他就會跳過這個門檻 所以後面第八十 第九十後面這樣寫 在第九節後面這麼說 說跳過門檻中 招募到幾十天來 招募主人的房間 就是 跳過門檻 將強盜和詭詐得來之物 充滿主人房屋的 所以有人說這個跳過門檻 不是只要拜五百五千 有人說這個跳過門檻 不是只拜這個外邦的神 這是只要這些強盜跟賊 是指著這個強盜跟這個賊 這是另外一種的講法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說法 但是總共一句我們知道 神父對八十會這樣說 總之這個神要先知對百姓這麼說 說廚法的收領跟王子 說懲罰這個首領和王子 廚法穿外幫衣服的 廚法穿外幫衣服的 廚法這麼跳過門檻的 廚法這些跳過門檻的 這都是要廚法的對象 這些都是廚法的對象 再來先接到神父做一個提示 這神借著先知做一個提醒 當這些出發和廚法都出手以後 當這些是處罰跟出手之後 神要用釘來巡查亚路三領 神要用釘來巡查亚路三領 我們來讀這段聖經 我們來讀這段聖經 11節看到十三節 11節到13節 11節 媽求提示的基民 你們愛好因為嘉南的鄉民都不會忘了 既然冠軍怎麼都被戰敵 那個時候 我才用釘來巡查亚路三領 我才出發那些 甚至住在地災頂頭頂牽的 他們在心裡說 藥法在不港口也不港口 他們的財布在夾做漏掉他們的東西 他們的房屋在變成房屋 他們在建造房屋 還不能住在裡面 災情葡萄還不能臨所出的酒 在這裡先特別做一個提示 在這邊是做一個特別的提示 神剛才扶腳腳以後 神除滅絆腳石之後 神國救辦公室以後 神攻擊拜偶像的神 神出發修練王主以後 神懲罰首領和王子之後 12節說神要用釘來巡查亚路三領 12節說神要用釘來巡查亚路三領 當然亚路三領基督八世 神要用釘來巡查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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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百姓知道過去才會告犯醫療 才會出發醫療 當百姓知道過去這些處罰之後 要有一個好的行為 要有一個好的行為 因為神用釘來巡查亚路三領 不是用釘來巡查亚路三領 這段我們等一下會再講 這是用釘巡查亚路三領 這是用釘巡查亚路三領 再來第一章最終要一個重點 在第一章的最後一個重點 說謠法的大字來臨近 約法的大日近近 約法發怒的日子來臨近 約法發怒的日子臨近 我們來看這段聖巡 我們來看這段聖巡 14節說謠法的大字臨近臨近 臨近很近的 那是謠法的日子的風聲 永蘇在比較痛痛的口號 那日子是憤怒的日子 是既然睡覺的日子 是風飛齊龍的日子 是黑暗幽明不分黑暗的日子 是本格吹角的日子 要攻擊建國聲跟關台聲勞 我才讓財富人到人的身份上 讓他們驚走親情扯美的 因為得罪了我 他們的火才到親情夫 他們的肉才到親情夫 他們的肉才到親情分頭 當然我煩惱日子 他們的經營不能救他們 他們的憤怒在親情火來消滅全地 火滅這個第一章的經營 在這裡的十八才說一個結論 十八節說了一個結論 這是謠法日子 這是謠法日子 在這裡謠法煩惱日子 而且是謠法法論的日子 人的經營不能救人 人的經營不能救人 神會讓這些經營大大的毀滅 所以第一章經營要這樣看起來 在第一章整個這樣看起來 神要處罰這些拜偶像的 神要處罰這些拜偶像的 神要處罰這些作惡的 神要處罰這些作惡的 神要用燈來巡查耶路散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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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神的日子快要臨到了 而且神的日子快要臨到了 所以第一章裡面說到 經營對由台北生的一個境界 第一章說到對猶大整個一個警告 這是一個警告 這是一個警告 這是第一章所說的 這是第一章所寫的 那麼到了第二章 到了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我們說對外邦的意見 這是對外邦的這個預言 我們第二章說到很多外邦的民族 我們第二章說到很多外邦的民族 有福利斯 有菲律斯 有摩亞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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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古時亞蘇 有古時亞蘇 這樣去想 我們這樣想 還是以色列在中 如果以色列是夾在中間 當兵才叫做東邊 你的東邊是這個 東邊的國家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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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呢 摩亞跟亞文 是摩亞跟亞門 西邊這邊是海 西邊是海 海這邊是住什麼人 海這邊是居住什麼人 是居住菲律斯人 請問古時住在哪裡 古時住在哪裡 古時住在下面 古時它是住在下面 古時一般是說埃及 不是埃及國 不是埃及國 但是埃及的地方叫做古時 在埃及地的一個古時 阿蘇住在哪裡 那亞蘇住在哪裡 阿蘇住在上面 他住在上面這邊 所以你說阿蘇 摩亞阿蘑 古時 福利斯 這些國家都是 以色列四周的國家 這些都是以色列四周圍的國家 以色列地在中 以色列它的地在中間 神所保護的以色列地在中間 這四周圍的民族 都會受到處罰 這四周的國家都會被受到處罰 以神的角度來看 以神的角度來說 這四周圍的民族 是要處罰以色列百姓的降伏 這些四個 這四周圍的國家是要處罰 這個有大的一個工具 神接著外邦的這個沈教 這神借著外邦的一個侵略 讓以色列百姓遇到苦嚴 遇到苦難 讓以色列百姓遇到苦難 因為以色列這個民族 不敬拜到神 因為以色列這個民族 他不敬拜神 不是不敬拜神 是不尊守律法規定的命令 他不就是立法所規定的命令 所以先我們尊著這些民族 來向以色列百姓攻擊 所以神允許這四周的這個國家 對這以色列來攻擊 所以以色列的角度 這是神要接著這些民族 攻擊以色列百姓 這是降伏 以神的角度是說 神要借這些國家來處罰 這個以色列的工作 但是在中間這以色列百姓 但是在中間這以色列百姓 雖然外邦有這些受益 雖然 四周有這個外邦的仇敵 但是神說這些受益 都會觸發會毀滅 神說這些 四周的仇敵都會處罰毀滅 所以中以色列百姓是受到保護的 所以這以色列國在中間是受到保護的 今天對你我來說也是一樣 今天對你我來說也是一樣 我們都是中間這以色列百姓 我們都是中間這以色列百姓 在我們四周有這麼多受益 在我們的四周有很多的仇敵 在我們四周有這麼多困難 在我們的四周有很多的困難 神說這些雖然是困難沒有錯 神說這些雖然是困難沒有錯 但是有一天神會出手 將他毀滅 將他觸犯 但是有一天神會出手 把他毀滅 把他處罰 在中的以色列地是受到保護的 在中間的以色列地是受到保護的 所以經過第二章是記載的這種情形 整個第二章是經載這樣的一個情形 雖然是說到外邦的一個議員 雖然是說到一個外邦的一個議員 但是事實看起來 這是對以色列百姓的一個困難 事實上是對以色列百姓是一種困難 四周有受益 不必怕神的出手 不用怕神會出手 這是經過第二章所記載的 那麼到第三章 到了第三章 第三章 我們說到這是神的一個憐憫 我們說到這是神的一個憐憫 那麼大概分成三個大約 大約是分了三個部分 那麼第一部分是說憐憫之前 神要人再去輸口 所犯的罪惡 第一個是神要在憐憫之前要去思考 這個神的一個罪惡 罪惡 罪惡 那麼第一節到第七節是這樣 第一節到第七節是這樣子 那麼到了第八節說 神給百姓一個很大的安慰 第八節說到說神給百姓的一個很大的安慰 說以色列百姓要復興 然後到了十四節這段 到了第十四節這一段呢 神經就做了一個詩歌來稱讚神 所以經過第三章 是做一個看不免的安慰 第三章是整個是一個勸憫跟安慰的 讓百姓一個希望一個很大的安慰 讓百姓有一個希望有一個很大的安慰 但是安慰之前要做一個輸口 但是在安慰之前要做一個思考 神對要怎麼提起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第一節到第七節 我們來看第一節到第七節 第一節 這個背景的誤會去後面有好料 他沒有聽眾明明 也沒有領受訓會 無話可遙法不清淨他的身 他們中間的修領是好久的塞 他們的心拍官是暗時的齋榮 一時的漲也沒有流到齋去 他們的身體是寄服幾十 他的制式設施性所共甲入法 遙法在他們中間是公理的 但沒有做規矩的事情 每天早上憲明他的公義 不只是不是這樣 只是他人不知道 只是附近的人不知道見笑 我遙法已經到外面 他們的城樓揮開 我讓他們的走路風涼 一直到沒有人來見過 他們的城樓揮開 一直到沒有人來住 我說你只要警衛我 領受訓會 這樣你住的地方 不至於我所定的來到外面 只是你們從早上起來 就在那些大使頂頭白懷自己 在這裡要接受寬便進行 在這邊要接受勸勉之前 先再一次提醒這些百姓 神再次提醒這些百姓 提醒這些修領 再次提醒這些首領 提醒這些新法官 提醒這些審判官 甚至提醒這些聖地和祭司 甚至是提醒先知跟祭司 有些不好的表現不對的地方 有些不好表現的地方 要再做一次的思考 第五節這麼說 公益法在他們中是公益的 不做非益的事 因為他們中間是公益的 但不做非益的事 所以當時是公益的時候 所以當時是公益的事 我們人就應該跟他們一樣 我們人就要跟神一樣 不可以做非益的事 而且第七節這麼說 在第七節這麼說 要經為神領受訓會 要經為神領受這個訓會 但是百姓卻不是這樣 但是百姓卻不是這樣 所以要接受勸勉進展 所以要接受勸勉之前 神要百姓再一次的修口 神要百姓再次的思考 而且神希望這百姓修口醫藥 可以做真正的悔改 神希望這百姓做的思考之後 能夠做真正的悔改 悔改醫藥才可以接受勸勉 悔改之後才可以接受這個 對我們弟兄姐妹也是做一個思考 對我們弟兄姐妹也是做一個思考 我們都不斷地呼求神 我們都不斷地呼求神 我們希望神聽我們的話 我們希望神聽我們的話 是不是我們有一天犯錯了 甚至有一天我們犯錯了 我們希望在到神的安慰 希望得到神的安慰 但是要接受安慰之前 但是在接受安慰之前 我們是不是真正的悔改 我們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呢 我們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呢 我們是不是真正的當情 是有這身經所寫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像神經所說的呢 真正的思考自己的過關 真心的思考自己的罪患 如果是太過可以改過以後 想過能夠改過之後 再來接受這個勸勉 才來接受這個勸勉 我們看神對百姓怎麼來勸勉 我們看神對百姓怎麼樣的欠勉 我們看第八節 我們來看第八節 第八節這段說 瑤花共您要聽好我 就跟我興起落了一字 因為我已經定義建築的國主 集立邦 像我的老農就是我全的連農 都躲在他們的身骨頂 我的憤怒在清晴會來收賣全地 就九十了 那時候我在用萬別清潔的願意 他給我求求求我搖給我的臉 當心合意的屬風我 祈禱我的就是我所奮賛的臉 對孤實給我來給我獻賺命 當時你這個不因為你 他找得罪我的自感到見笑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對你們 中尊尊尊見光光的所有的人 你也不再在我的生存來光光 我刻意在你們中流入了困困平安的臉 在你們中流入了困困平安的臉 在你們中間留下困困平安的臉 在你們中間留下困困平安的臉 這些臉可以投靠葉華 十三節說這些村落的人不作家 不說八十月 十三節說這些剩下的人不作孽不作謊言 而且吃喝躺過無人驚訝 所以外邦的情要以後這些村落的八十 在外邦的人外邦清好之後這些剩下的人 可以得到神的恩典 可以得到神的恩典 這先給他們一個勸勉跟應許 神給他們一個勸勉跟應許 一個重點 但是有一個重點 第八節 在第八節 說謠華說你們要等好我 你跟我心情落了一支 耶華說你們要等候我 直到我辛勤努獵的日子 所以在這裡說一個重點要等好要聽好 這邊說到一個重點就是要等候 我們常常在呼求神 我們曾有剛才所說的 我們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希望神為我們解決 希望神可以幫我解決 但是屬於神無馬上解決我們的問題嗎 事實上神有馬上解決我的事情嗎 通常沒有 通常是沒有的 神無隨時解決我們的問題 神無法 神沒有隨時解決我們的問題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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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回去看 我們回頭去看 原來神的意思是好的 原來神的意思是好的 等候 等候 在這裡是無馬上解決以色列百姓的問題 這邊神沒有馬上解決以色列的問題 神說這些安慰的話 神說這些安慰的話 但是要等候神的時間來到 但是要等候神的時間來到 神給我們的應許 神給我們的應許 這是不會改變 這個是不會改變的 差別是我們有耐心等候也沒有 差別是我們有沒有耐心等候而已 差別是我們有信心去等候也沒有 差別是我們有沒有信心等候 那麼這是這段所說的 這是這段所說的 那麼當神你知道神所說的唯一 當先知知道神所說的話之後 十四節他做了由美的時光 在十四節他做了一個優美的詩歌 我們來看這段怎麼寫 我們來看這段怎麼說的 十四節刺絲綜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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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滑你的身體是實現金球大有靈力的主 它在你們中在因為你繁殷虛樂 苗然愛你 因為你繁殷虛樂來繁荷 那想你沒有大火修繁 因為你擔當休息的 我現在組織到他們 那時候我在處罰一切口大你們的人 因為金球你們擺腳的組織你們被看出的 那在全地來受休息的 我現在讓他們在鵝肉有名聲 那時候我在請你們進來 組織你們給你們彼陸的人幾歲的時候 就讓你們在地上的萬民上有名聲 在鵝肉 這是他所說的 這段西瓜 我長了 但是這是一個西瓜 但是這樣是一首詩歌 在這裡說西安的民要歡呼 這邊說西安的民要歡呼 耶路撒冷的民要歡喜快樂 耶路撒冷的民要歡喜快樂 是要出手來拯救 神要出手來拯救他們 所以十六十這樣說 十六節這麼說 說有話 鄉耶路撒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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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拒胖 講室為什麼 不能手軟 是為什麼 不要手軟 我們注意看第十七節 我們注意看十七節 我們注意看十七節 講耶路撒冷的民要歡喜快樂 他在你們中間 必因你歡喜喜樂 默然愛你 而且因為你來歡呼 而且因為你喜樂而歡呼 在這裡說到小弟今天所寫的副標題 這是誰到小弟今天所寫的副標題 神的別人愛你 神默然愛你 神真的愛你嗎 神真的愛你嗎 神我們自己問看看 神愛我嗎 我們自己問看看 神愛我們 換一個角度來說 我們覺得父母愛我們嗎 我們覺得父母愛我們嗎 我們絕對說一定愛 我們說絕對一定是愛的 但是父母愛我們的時候 會常常掛在家裡說 我愛你嗎 但是父母的愛會常常掛在嘴巴說 我愛你嗎 父母會告訴你 兒子你肚子餓我給你吃 我真的愛你 父親說 你肚子餓我給你東西吃 我真的愛你 父母會這樣說 父母不會這麼說 父母會不會跟你說 父母會不會跟你說 兒子你晚上睡著 我幫你教背 我很愛你 父母不會說兒女兒 你晚上睡覺 剃被子 我去幫你蓋著 我很愛你 所以父母對我們的愛 不用說 父母對我們的愛是不用說的 父母別人愛我們 父母是默然愛我們 今天神對我們的愛 也是一樣 今天神對我們的愛 也是一樣 神愛我們我們知道嗎 但是神愛我們 我們知道嗎 我們回頭去看 原來神的安排是好的 我們回頭去看 原來神的安排是好的 但是過去神都沒有跟我們說 但是過去神都沒有告訴我們 神不會是愛我們 神默然愛我們 神默然愛我們 我們看整個西班牙書裡面 我們看整個西班牙書裡面 小弟做一個標題 又做神別人愛你 小弟做一個標題說 神默然愛我們 小弟做一個標題說 西班牙書怎麼看到神愛 西班牙書如何看到神愛 西班牙書如何看到神愛 西班牙書 一開始由大作惡 一開始是由大作惡 一歲的八歲拜五相 一歲的百姓拜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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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愛由大一歲的百姓方法是什麼 神愛這個由大百姓的方法是什麼 神愛白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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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寫到外邦的這個議員拜壞 第二章 寫到外邦的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知道 以色列在中 以色列夾在中間 是受到神的保護 是受到神的拜 外邦這些民族這些受到都會灰拜 外邦的這些民族百姓都會被毀滅的 所以白神在中是受到保護的 百姓在中間是受到神保護的 這是神別人要我們的方法 這是神默然愛我們的方式 神需要安排受到在我們的旁邊 神需要安排困苦在我們的四周 神需要安排困苦在我們的四周圍 神需要安排困苦在我們的四周圍 但是我們知道這些困苦這些困難 神都會將我們改革 我們知道這些困苦或災難 神會都會幫我們解決的 這些困難只是神要讓我們學習的一個功課 這些困難只是神要給我們學習的一個功課 這是神愛我們的方式 這是神愛我們的方式 那麼到了第三章 到了第三章 說神沒人愛我們 說神默然愛我們 沒有人在第三章 過再一次提醒到我們 原來第三章 再次提醒我們 我們要得到神的愛 我們要得到神的愛 我們要先思考自己的過患 我們要先思考自己的過患 甚至我們要先自己悔改 甚至我們要先自己悔改 這樣神的愛才會能夠 這樣神的愛才會能夠 所以當先知到神的教訓之後 他就寫了十七節 他就寫了十七節 說神因為歡心喜樂 不真愛難 因為神歡心喜樂 莫然愛你 今天神真的是不真愛難 今天神真的是愛我們的 今天神真的是愛我們的 真的我們不知道 只是我們就知道 後面還有一個比較趣的 十七節後半段這樣說 十七節後半段這麼說 說神因為我們的喜樂來歡呼 神因為我們的喜樂而歡呼 什麼叫做歡呼 什麼叫做歡呼 什麼叫做歡呼呢 歡呼就是 第一名第一名叫做歡呼 歡呼可能就是 我第一名很高興這樣歡呼 人什麼時候歡呼 我們人在什麼時候會歡呼 比賽賽跑第一名你歡呼 比賽賽跑第一名他會歡呼 打哪球 這場冠軍你也會歡呼 打籃球得到冠軍你也會歡呼 請問我們市長為我們歡呼 你有沒有看過嗎 我們看過市長為我們歡呼嗎 看過嗎 應該很少 總統為我們歡呼 有沒有看過嗎 總統為我們歡呼 有看過嗎 這很少 是應該是很少的 有我們的選手得到冠軍總統怎麼歡呼 有些選手得到冠軍總統怎麼對他歡呼 發一個電報給他 你為國的政公 發一個電報說你為國爭光 這歡呼 這個歡呼 但是說神為我們歡呼 但是這邊說神為我們歡呼 你如果想一個圍面 我們去想一個畫面 神的歡呼 神做什麼 神的畫面是長怎麼樣呢 我們人的歡呼可以想像 我們人的歡呼可以想像 神的歡呼可以想像嗎 神的歡呼我們可以想像嗎 神的歡呼我們可以想像嗎 神經如果換成一個圍面 你會覺得很趣 神經如果換成是一個畫面 你會覺得很有趣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比較趣的圍面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圍面 我們來看第一章 我們來看第一章 第一章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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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那個時候我比較用燈來巡查壓路散冷 所以說用燈來巡查壓路散冷 這邊說用燈來巡查壓路散冷 你會覺得味道不知道要怎麼畫 我們想像這個神要拿燈巡查壓路散冷 這個土不知道要怎麼畫了 神需要拿燈嗎 神需要拿燈嗎 黑暗中神看不到我們嗎 黑暗中神看不到我們嗎 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 神絕對看不到我們 神絕對看不到我們 神絕對看得到我們 神怎麼說神用燈來巡查壓路散冷 但是這邊為什麼說神要用燈來巡查壓路散冷 壓路散冷 壓路散冷當然這道我們神的錢 壓路散冷當然是指著我們弟兄姐妹 這是一個強調 這是一個強調 神要用燈給你看得到最小 神要用燈來看清楚 我們小弟在準備這段 這段鋼筋的時候 小弟在準備這張獎章的時候 參考我們教會一些全部的資料 參考了我們教會長輩的一些資料 有一次聽到我們教會 丹兴陀東中六 他在北区的一個鋼蝦會 在聽過這個陳道長老 長老在北部的一個獎席會 他說西方亞蘇 他說西方亞蘇 他特別說到這段 他特別說到這一段 他說這段讓他印象很深 他說這段讓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為我們早期有一個重要的工人 叫做貴族鹽長老 在早期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鍋子鹽長老 鍋子鹽長老 但是我們到台灣的時候 但是他到台灣的時候 那麼他第一次講到是在台中教會 他第一次講到是在台中教會 那麼當時公文兩篇的獨立 他當時有講了兩篇的道理 都是修繩的書 都是小仙之書 第一篇就是行用燈巡查 一路撒冷 這是第一篇是神用燈巡查 一路撒冷 第二篇是哈蓋蘇 那麼當時他當中路 因為在旁邊翻譯 當時的成長老在旁邊翻譯 所以印象很深 所以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就用這個和這些工事會的學員來做勉勵 他就用這個來 用當時的學員來做勉勵 他說什麼叫做用燈巡查一路撒冷 他說什麼叫做用燈巡查一路撒冷 一路撒冷這條路撒冷 一路撒冷指著我們弟兄姊妹沒有錯 一路撒冷指著我們弟兄姊妹沒有錯 神需要拿燈嗎 神需要拿燈嗎 神經裡面燈起到什麼 在聖經裡面燈是指著什麼呢 神用什麼來檢查到爛 神用什麼來檢查我們呢 我們來看真言 我們來看真言 真言二十章 請看真言二十章 真言二十章 真言二十章 二十章看二十七十 二十七節 真言二十章二十七節 真言二十章二十七節 人的靈是謠花的頂感察人的心白 這句話說人的靈是謠花的頂 這邊說人的靈是謠花的燈 人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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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靈 所以神用這個來檢查我們人的心 人的靈 人的靈 就是人的靈 人的靈 人的靈 就像人 這個燈一樣 第一個燈 這是第一個燈 神用我們的良心感察到我們自己 神用我們的良心來檢查我們自己 神用我們的良心來檢查我們自己 那麼第二個燈在啟事錄裡面 第二個燈在啟事錄裡面 啟事錄 第四章第五節說到七燈跟七靈 啟事錄第四章第五節說七燈跟七靈 七燈、七靈 這都指到聖靈 七燈、七靈就指著聖靈 所以神用聖靈來感察到我們人的心 所以神用聖靈來檢查我們人的心 神用聖靈來作燈 來尋采耶路山領 神用聖靈來作燈來尋采耶路山領 這是第二的燈 這是第二個燈 那麼第三的燈在四篇一百十九篇 第三個燈是在四篇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節 一百零五節 一百十九篇一百零五節 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節 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節 這我們這麼多人可以暗念 這很多弟兄姊妹可以暗念的 你的圍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說神的圍是我們的燈 所以說神的話是我們的燈 神的話是我們的路上的光 神的話是我們路上的光 所以神用這個燈來尋采耶路山領 所以神用這個燈來尋采耶路山領 也幾句話說神用神的圍來檢查到我們兄弟姊妹 就是說神用神的話來檢查我們弟兄姊妹 所以神拿燈尋采耶路山領 所以神拿燈尋采耶路山領 神用良心來尋覽耶路三令 神用良心來尋覽耶路三令 神用性靈尋覽耶路三令 神用聖靈尋覽耶路三令 神用威神的禁儉來尋覽耶路三令 神用神的話神的真理來尋覽耶路三令 神用滇增利便律 這就是神用燈來尋覽耶路三令 今天我們欠雷心謂都是耶路三令 今天我們弟兄姊妹就是耶路四令 神用這東西來鑑查 神用這些東西來檢查我們 就讓我們作為我們庙其人的勉勵 這讓我們作為予相的免力 這就讓時間比較有象徵 簡單用西萬亞蘇來做互相的門禮 一起來唱詩